OK 说到恐惧你会想到什么 可能答案多种多样 但是对于一些人来说 可能是同学 关于校园霸凌 不管是电影还是新闻 我们其实都看过很多很多次了 讲真的 我觉得有一些同学 比成年人要残忍多了 多太多了 所以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下 校园霸凌究竟是如何产生的 以及这些人长大之后都怎么样了 观念上我们说到小孩子 应该都是天真烂漫的 教育这当然是其中之一了 但更重要的是 其实校园霸凌者会在内心里面觉得 这是一件很酷的事 一般在13岁以下 我们会认为老师喜欢的 父母喜欢的就是好的 大人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但是到了13岁之后 我们心中的那个叙事自我逐渐强了 大人们在我们心中的地位 是逐渐下降的 OK 这简单解释一下 叙事自我对应的是体验自我 体验自我就是 我做这件事情的感觉 比如我在网上看美女和帅哥 就是养眼 就是爽 而叙事自我是 我做这件事情的意义 我看美女帅哥是为了爽吗 我是为了身心健康 是为了提高审美 是为了激素的平衡 我做一件什么事情 会不会让同学更喜欢我 认可我 而不是单纯的爽和不爽 而这个时期 同龄人喜欢什么呢 有一点就是 打破规则 违反秩序 这就是酷 听上去有点奇怪了 但事实上 通过欺压别人建立自己的社会地位 在整个动物界都是非常普遍的 这种事情很不道德 也不对 但遗憾的是 它确实有效果 尤其是对于很多思维方式 还比较简单直接的青少年来说 他们真的会一定程度上认同 能去欺负别人 就是很酷 很有地位 而说到酷啊 地位这些词的时候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到 有一点细思极恐 如果 欺负别人 只是为了好玩也就算了 而为了酷和地位 这是什么 结果类似的事情 一个女生被几个同学 在那欺负 蹲地上哭 起初也会有男生走过来说 你们差不多就得了 这个时候霸凌者会说什么 他会反问 你这么顾着他 你是不喜欢他 然后大家就开始嘲笑 好 我有一位助理 曾经是遭受到过校园霸凌 他用亲身经历告诉我 有两类人 确实更容易遭到霸凌 大家也可以来看看是不是 第一种是 和大家不同 这种不同可以是负面的 比如我长得不是那么好看 我的个子矮 成绩差 家里穷 是外地人 或者可以是正面的 比如邵一本 长得漂亮又是小明星 但是霸凌他的人也直接说了 我们就是基督 我们就是看不惯你被捧着 这是第一种 不同 第二种是缺乏资源 我们会发现 在技术学校里 校园霸凌更普遍 也更严重 就是因为 他们的父母存在感 不高 甚至有了家长 会对自己的小孩说 是不是你有问题 为什么别人就欺负你 不欺负别人 小孩子本来心智就不全 那大人都这么说了 于是反复地考问自己 是不是我真的有问题 所以缺乏社会资源 会让欺负你的成本 变得很低 没有人会来帮助你 而据我所知 一些养老院里面 也有着类似的情况 也是缺乏儿女的社会资源 所以被其他的老头老太爱欺负 校园霸凌这个话题 之所以极其沉重 但校园霸凌 通常都是未成年人 所以我们的法律 也有明确的规定 多数时候只能以批评 教育训诫为主 或者是责令其父母 或者其他监护人 嫁衣管教 再就是一些民事上的赔偿 医药费 经验损失费等等 而很多学校的老师 可能也怕麻烦 碰到这种事情 可能说几句 写个检讨也就过去了 这真的能震慑出那些霸凌者吗 其实我们看到的很多案例 是适得其反的 它会招来更严重的打击包 这就构成了一种 叫沉默的螺旋 这极有可能是贯穿 受害者一生的心理因应 剑桥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 即使是成年之后 离开了被霸凌的环境 受害者也更加容易抑郁 自尊心更低 他们倾向于用过往的糟糕经历 来解释自己现在的社交处境 也就是说 他们更容易把别人的行为解读成 是在欺负我 我就记得有女生说过 她很怕别人对她笑 今天她会下意识地 把别人对她笑理解成 这个听起来就让人很沮丧了 好 那这些霸凌者后来怎么样了 其实也不容乐观了 虽然他们曾经在学校里是强者 但我们都知道 这套玩法在成年人的世界里面 是很荒唐的 真实的社会里 一个人想要受欢迎 靠的绝不是去欺负别人 使用暴力 拜高踩低 成年人的社交 是靠价值和互惠说话的 弗吉尼亚大学的调查显示 十年后这些霸凌者 通常失业酗酒 吸食一些不好的东西 他们很难交到真心朋友 也不受益心的喜欢 这就让我想到的鲁迅 真的是鲁迅 在《随赶路25》里面说的一句话 小的时候不把别人当人 长大了之后 也做不了人 所以聊完这期 我们能不能说 在校园霸凌这场残酷的游戏当中 其实是没有赢奖的 也正因为如此 所以这可能才是我们 必须去抵制的一件事情 当然我这期视频 能做得很有限 只是当我做完这期视频之后 我开始觉得 只有这个问题 被全社会重视到 它足以和其他的犯罪类型 相提并论的时候 家长才会懂得去保护 学校老师才懂得去管理 霸凌者才会意识到 这并不酷 被霸凌者才会意识到 我并没有错 明天从 练习的 我走了